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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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三宝八坤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Sokore 跟Sorele 該怎麼用 又該什麼時候可以用 大家都知道這個Sokore 跟Sorele 都是一些序詞 而用於說明 因為 A所以B 什麼什麼 A Sorele 然後Sokore B 是使用 由於他們的意思 幾乎都是一樣 所以大多數的學習者 在配對 Sorele 跟Sokore 的時候幾乎是以 看來決定的 沒有錯 其實就是憑感覺 來決定的 而因此出太陽的時候 用Sorele 遇上下雨天 就用Sokore 反正念得順就好 而且大多數的日本人 幾乎都會放水 我沒迷茫 就是 但是 他們還是給過這樣子 不過在日文檢定考試 這個殘酷的 考驗擂台上 可不會有放水的情況 出現 對就對 錯就錯 合格就合格 共固的共固 偏偏偏偏 日間考試中 就是常常出現 Sorele 跟Sokore 的考題 而這就是人生 如何來分辨 Sorele 或Sokore 正因為如此 我要分享 我的用法 來給大家 那麼讓我來跟大家 講講這個 Sorele 跟Sokore Sorele 與Sokore 哪裡不同 Sorele 首先是這個文型 A Sorele B 因為A 所以B 這是最常見的一個解釋 沒有特別的問題 我舉個例 Kuwa Shiku Sesmi Shite Kure Mashita Sorele Yoku Wakari Mashita Kuwa Shiku Sesmi Shite Kure Mashita Sorele Yoku Wakari Mashita 因為詳細地為我説明了 所以非常清楚 A Di OK 這個 Kuun kaban wa Takaku te O kan ga tali maseen Sorele Kai masen Kun kaban wa Takakuku te Rokani ga tali masen Sorele Kai masen Sorele Kai masen Kun kaban waたkaku te 來試這個文型 A soko de mi 一般而言我們還是用 因為 A 所以 B 來解釋 但請注意這不夠完整 因此我將它修改為 針對 A 狀況 所以做出 B 行為 只有圖表的話不清楚 所以做了詳細的檢查 所以做了詳細的檢查 只有圖表的話不清楚 第二 日本語がわからなくて困りました そこで D さんに聞きました 日本語がわからなくて困りました そこで D さんに聞きました 不懂日文很苦惱 所以問了李先生 再來一個 来週は暇です そこで私は旅行の準備を始めました 来週は暇です そこで私は旅行の準備を始めました 下週很閑 所以我開始了旅遊的準備 あ 句以上說明 上述四題正解如下 第一個 終電に遅れました そこで歩いて帰りました マティアが古い車が壊れました そこでそれで新車を買うことにしました D さんが毎日仕事が忙しいです そこでそれで帰りが遅いです 第四個 理想が高いです それで 現実どのさに悩みます было 第四個 事前に wyk managing 今夜とするのも 今夜特私私があります そこで そこでと同じような 更犀利的绝招 保证不用任何专业的术语 而且可以马上现学现满 可以马上有欺欲力 第一个 举个例 所以比 更好用 所以当不知道应该怎么使用 sokore 还是sokore 的时候使用sokore 基本上就不太会错 第二个sokore 后面接过去式 形成sokore 什么什么mashita 的用法 也就是只要看到 什么什么mashita 的时候 选sokore 就对了 sokore 这个常见的一个用法 事实上sokore 真的比sokore 真的好用太多了 因为sokore 除了可以用来做原因理由的一个接续说明之外呢 还有一些用法 最常见的就是催促别人发言来做使用 相当于中文理的 所以呢 然后呢 怎样呢 的意思呢 今天的sokore 跟sokore 的一个教学 就简单说明到这里 感谢大家来听我分享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赞并分享 然后开启你的小铃铛 不要忘记上宝宝的每个影片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